各位觀眾,家裡歷史又來了 現在轉向這個抽屜的廚房 這是氣窗廚房 平時打開氣窗睡覺 有洗澡氣 老婆最喜歡的 保留洗澡氣流通 現在轉向,這個是關掉的狀態 現在我可以抽屜的聲音 和聽到電機響的聲音 轉得很快 回到頭 關掉了 那時候在轉抽屜 網上有人問過 有沒有指停那些抽屜 冬天就呼聲風出來 山窗也有風入 一山 開了我的草葉 現在先關掉 看最後停了會怎樣 哦 回到頭 順時針 怎樣止停了呢 一籌莫展 難道用膠袋蓋上去 封膠紙又拆又開 又拆又開 隨時開因為要廚房煮食 就算抽圓機是不夠的 我用空氣清新機 試過測試過 你開過轉色爐上的抽屜機 在廳的指示燈都是紅色的 表示有危險氣體 那怎樣才可以停到呢 開廚房這個抽屜線 仍然很慢 幾分鐘才會轉黃色 跟著轉綠色 即是空氣清新 如果我開了廚房窗 一開了廚房 之後有對流系統 發生狀 就扯走了 是立時十秒之內 轉為綠燈的 那這個抽屜線 即是不足夠 因為我沒有清新機 我以前又借回來 那一部 那我呢 討論上賣了 終於想了很久 網上都未解決到 出現的環境 就是壓進來的空氣 周圍左右 都是市座廚房 那些層面裏面 有病毒 有武漢肺炎病毒 最新研究結果 那上面呢 還要抽鏡 那我認為呢 逃手 當然最少要逃手 不然很難 開車 開車 搞定了大問題 那麼多年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未能問這個方法 好嗎 嘉義Sir又見一工 總是要 祝福社會 祝願人間好 再見祝福 袁國勇說武漢病毒的疫情 需要兩三年奮鬥 家中不用戴口罩 安下舒服吸一口自由的空氣 弄好抽氣扇空氣倒流的問題 舒服點、安心點 我現在睡覺都關上視床槍 視訊箱全山、廚房器、窗 一個位置吹進來的有大菌的機會 大菌的機會 這樣我就最好輪流出去先 抽走開聽窗 聽到是開揚的 各位保重 加油